Hai 各位 YouTube现在已经有超过18亿的使用者 而这还是只有登录的使用者而已呢 难怪这个平台 是世界上最成功 也最受欢迎的服务之一了 但是要开播自己的YouTube频道 只上传一些一般的影片 并不足以获得成功 你需要知道一些极为重要的技巧 来帮助你起步 并从中赚取好的利润哦 第一 在建立自己的频道之前 该做的最关键的步骤之一 就是规划你的内容 它应该是能够吸引人又有趣的 此外 能够让越多人有共鸣 就会有越多人点下你的影片 并且看到最后 第二 最好的方法 是做些与当今流行事物相关的影片 这样会引来更多人点击 同时你也必须找出自己的原创内容 而非抄袭其他影片部落客的想法 第三 当你为自己的频道选好了主轴 试着坚持下去 假设频道的主题概念是旅行 那么 你的观众对化妆教学 可能就不会太感兴趣了 第四 为自己的频道选个独特 引人注意又好记的名称 同时也要能带出内容哦 第五 要特别注意个人资料的照片 它应该清楚并吸睛 第六 如果你的目标是借由影片获利 请不要提到有争议的话题 例如政治或是悲剧事件等等 另外请避免使用不恰当的语言 和带有仇恨的内容 查一下有哪些触发字 会让YouTube停止付费你的影片哦 提示 这些字可能乍听之下完全没问题呢 第七 要记得 一定有某些时候 你会想不出拍影片的点子 别烦恼 即便是最有经验的影片部落客 偶尔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啦 养成将所有的想法记下来的习惯 并且试着在任何所到之处寻找灵感 第八 准备合适的器材 你的内容可能非常棒 而且很实用 但是如果你的影片品质太差 大多数人是不会浪费时间 看模糊的影像的 第九 受欢迎的YouTubers 通常使用无反光镜或低SLR相机 扣着代表数位单眼相机 你可能会需要的其他必备器材 包括镜头啊 三脚架啊 甚至是摄影棚灯光 这会依频道概念而有所不同哦 十 如果你是移动时拍摄影片 最好选一个好的自拍器 或手持稳定器 以及一台高品质的运动相机 十一 清晰的声音与影像一样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始拍摄影片之前 投资好的麦克风会是个好主意了 务必要检查声音 以便确保观众能够听懂你在说什么 第十二 在户外拍摄时 若要收音效果更好 请用指向性麦克风 它可以过滤附近的背景噪音 只留下指向的声源 十三 在累积一大批粉丝之后 请确保影片从头到尾都带有某些意义 选择最好的内容 并且剪掉无趣的空档 这会让观众认真地看完你的影片哦 第十四 如果你才刚开始使用YouTube 并且对剪辑影片还不太熟悉的话 请你先不要使用像是Final Cut Pro 这样的进阶编辑软体 先试着使用基本和简单的软体比较好 十五 千万不要跟其他的YouTuber做比较 这样下场一定会很惨 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并且利用每个机会学习新事物 像是测试原创的编辑风格 尝试新的表演技巧 或者探索可能会让观众感兴趣的新领域 十六 坚持每周至少上传三次影片到自己的频道 从统计数据来看 这种频道更为成功 得到推荐观看的次数也会明显的变多 这个诀窍 对刚开始经营YouTube频道的人来说尤其重要 因为这样一定能提高人气 十七 最重要的是 如果从一开始就发布很多影片 你就能够建立自己的影片库 如此一来 观众就能够继续观看别的影片 以增加你的观看时间 第十八 你的内容应该要够简单 才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定期的制作出来 经验丰富的YouTubers 多半拥有自己的小型摄影棚 其实那只是他们公寓之前的储藏室 当需要新内容的时候 只要打开灯光就可以拍摄了 第十九 用不同的故事和生活实力来表现你的影片 这会让人更融入其中 并且他们会想看看 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二十 如果你已经累积了一大群信任你的观众 就可以将一些看来完全偏离主题的事 放在影片的开头 然后画风一转 带回到这个影片的主题 二十一 使用有趣的方式作为影片的开头 例如教学影片的话 可以先播最后的成果 这样会吸引观众 并且让他们看完影片 二十二 你的片名应该简短而让人好奇 足够引起观众点击的兴趣 开场白也是如此 如果时间过长 他们可能会觉得无聊 失去兴趣 并且关掉影片 二十三 片名不要超过十个字 使用简单的词汇 并试着想出有趣和吸引人的叙述 不要用学术名词 隐喻或片点击的字句 二十四 记得 加上片尾画面 它能与播放列表 及其他影片相互连结 这是推广频道 甚至网站的极佳方式哦 二十五 但是要记得 片尾画面 会在影片的最后二十秒出现 因此你应该精准地规划 它在影片里面出现的时间点 最好的方式 是将影片设计安排好 让结束画面 在荧幕上框住主题 二十六 另外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缩图 缩图制作的好坏 可以让你的影片大大成功 或者完全被忽视 首先 缩图应该与影片内容 及标题相互关联 否则观众们将会马上离开影片的 二十七 另外 一定要在影片中讲到缩图 观众会点击那张图 是因为他们产生了兴趣 并且希望在影片中了解更多关于他的资讯 二十八 设计缩图来讲故事 这张图应该要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趣 让他们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以及因为做了什么事 才导致这样的情况的 二十九 在建立所有缩图时 使用同一种风格 这样人们就会一眼认出他们 你还可以加上频道的标志 设计特殊的形状或图案 或者把相同的元素 放在所有缩图上 三十 你可以测试哪些缩图的点击次数最多 并且有最高的完整观看率 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付一些费用 来得到一周左右的YouTube统计数字 但结果会是值得的 三十一 制作长的影片 有助于增加观看时间 尽管现代人越来越难 持续集中注意力 但是比起短的影片 YouTube更常推荐超过十分钟的影片 三十二 以目前来说 观看时间对影片部落客极为重要 因为最近YouTube改变了演算法 所以内容创作者 会依据他们的影片 被观看了多久来获得奖励 而不是有多少人点击 三十三 另外一个好点子 是与其他的YouTubers合作 你可以借由片尾画面 或者在影片中提及其他的频道 或其他人 来达到互相宣传的目的 像这样的推销方式 会大大影响观众 并且会让你增加许多新的订阅人数 三十四 不要理会可能会收到的负面回应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要记得 无论你的内容多实用多好玩 还是有人会试着写些难听的评论来否定你 别被他们击倒了 嘿 现在轮到你了 你对于想要成功经营YouTube频道的人 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请在下方的留言区里面告诉我吧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支影片按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吧 但是嘿 别转频道 千万不要哦 我们还有超过两千个超酷的影片公寓观赏呢 只要选择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点下之后就可以尽情享受啦 持续锁定在我们 亮生活频道吧 感谢观看